字幕志愿者 杨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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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米三豆的创办人 陈佑达 我是杨宇明 我介绍和新品 新品、商品開発 那我這邊的話 算是比較在跟 我比較算是搜尋業務型的 就是會比較去外面跟其他品牌做一個合作 或是說可能有一些企劃可以去提案可以去玩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之前澳洲Okehade認識的 最後因為我們就是遠距離 覺得說可能還是要找一件事情就是一起做 然後我們才能一起生活 那時候很簡單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要做這個麻糬 它裡面有米的成分 因為它外面就是麻糬米 然後裡面就是豆餡 所以我們就用米豆為概念 然後中間山是有點像是餐 就是在表層道長袋的意思 那剛好我們有想到Amy Sato 就是我老婆 所以我們就剛好 我們要做的產品也是任何元素都有 然後現在又要把老婆接過來台灣 所以想說就取她名字 當作是一間店 是我們給自己的禮物這樣子 中間小飯餅其實是我們 它家鄉就是有一間 有很有名的廟是泰宅補填滿工 然後它外面就是 專門那個表層道都是賣 就是一個燒紅豆米餅 然後我覺得這是我們共同記憶中的好味道 然後我們就想把它帶來台灣 分享給大家 因為剛好那時候也覺得說 台灣好像沒有人在做這個 這個餅 這個麻糬 然後我就想說拿來台灣 就分享給大家這個口味 試試看 小飯餅的有餅 我平安拿來吃 買給大家 也覺得不像我吃的笑話 也覺得我們有 真實的 我的感覺 也覺得不像我 如果今天就回來了 我今天吃的餅 然後再返回來 就想說的 就想說 我很開心 然後我感到 很嬉しい気持ちになります 因為他最喜歡畫畫 我就覺得說 他可能就是可以 去學習一些設計方面 然後之後可以做自己的貼紙 本來一開始沒想到 就是做個貼紙還是明信片等等 就是用最純粹的想法去做設計 先生もすごい 元気で若い先生が多くて 今台湾で流行っているというか 流行のデザインとかも すごい学べるなって感じたのと あと学生のみんながすごい元気で デザインを学ぼうっていう エネルギーがすごくあるので そういうのも一緒に勉強することで 私も頑張らなきゃっていう気持ちを もらえたりしたので すごい今デザインを学びたい という方だったら それをお勧めです 一緒に先生もすごいですし 生徒とみんな一緒に学ぶっていう 一つのしいことです 私は中国語ができないので それでも先生 デザインの先生に相談して 一番前の席を準備していただいたり 分からないところがあったら 先生が来て 私のところまで来て 細かく教えてくれたりしてたので すごく中国語は分からないけど 見ながらちょっ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 とって勉強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もともとは自分で絵を描くことしか 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デザイン学校に通って AIを使ってパソコンに 自分で描いたものを落とすっていう作業を 学ぶことによってすごい作業も速くなったし 自分がしたいデザインっていうのに 近づい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す 現在我作海報還有メニュー 財団還有鉄 明信片 明信片 うん 設計對於創業來說 他就是代表 你在大家眼中的獨特性 有搭配設計 做出視覺的話 會比較讓人家快速認識到 很多人都會決定 ID印象 我要去接觸這個 這個產品 或是我們的品牌 我覺得老闆娘 他自己 如果有一些 基本的概念的話 他自己就可以做一些 比較簡單的 或是說給一個 就是60、70%完成度的 就是他想要做的意象 給我們設計 或是發包給外面的 發包給外面 或是case by case 都會比較快 效率也會快很多 這間茶室的話 其實有點像是 老闆娘從九州 日本帶他們的九州 把女茶過來 然後想要分享給大家 然後共生概念的話 就是我們想要 藉由這個分享的行為 大家可以就是去討論而已 在討論之中 就會有 彼此之間 就會有一些想法的空中 那我們就會有一些 更新的想法去 把它實現 或是顯化它 將來 我們現在小時候 我がท新的想法 那麼多 我把它實驗出來 我來帶很多人 我去找一個 我們在實驗 中間的所見 文化 就得比較 會有多 合避 交流的地方 我們要有多 全世界 往美SADO 歡迎 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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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